本期视频来修两张 同德的 对,这个牌子叫同德 同德的2080Ti显卡 这两张显卡不能说是长得很像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OK,下面开始双修 把这两张显卡接上主板 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不出意外 这两张显卡都是可以点亮的 据卡组描述呢 这两张显卡的故障都是花瓶 OK,左边这张开始花了 右边这张紧跟着也花了 唉,这两张显卡不仅长得一模一样 故障也是一模一样 两张卡已经是进的系统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设备管理器里面爆错事实上 那看到这里呢 新观众可能还在津津有为的看如何修下去 老观众应该是已经退出了视频 又是换显存的一天 确实碰到好多都是显存导致的问题 基本上都是换显存搞定 那修显卡呢 除了换显存也没其他的 也没其他套路了 换核心又不换 成本又高 划不来 是吧 只能换换显存这样子维持一下生活 那还是走流程吧 爆错事实上先跑MITS 在这个测试的界面 同样也是出现了花瓶的现象 MITS还是挺广用的 至少可以针对百分之六七十的故障 测试界面直接跳过 爆错 也爆错 左边这张是B0和B1爆错 B通道爆错 右边这个呢 是B0爆错 B1没有爆错 两张显卡 加起来总共是三个显存在爆错 那故障很明显了 先换显存吧 2080Ti这个型号的显卡 B通道的显存 确实很容易出问题 因为它的位置在金手指这边 这个点啊 它是受力点 机箱如果是数字方 显卡横着装的话 这个位置很容易变形的 看这张显卡 这个PCB这边已经有一点的裂痕了 这个卡可能是摔坏的 2080Ti这个位置真的很容易出问题 我碰到过好多了 既然它B通道两个显存爆错 直接把这两个显存给拆下来 因为这个位置的显存容易出问题 所以好多厂家都在这个位置的显存上面打了点焦 比如这张卡 这个位置就打了焦 拆的时候也比较麻烦 OK 这个B0已经是拆下来了 可以看到这个B0上面显存也是焊盘 掉点严重 掉了挺多一点 接下来拆它的B1 这个B1也是掉了不少点 这两个显存都是掉点比较严重 这个显存掉点就废了 不要再说什么显存上面补点神马灯了 不现实 好 再来看第二张显卡 第二张显卡呢 它是B0爆错 只有B0爆错 B1没爆错 这张显卡没有打黑焦 那我们先把它的B0给拆下来看一下 哇 这个B0也是掉点严重 这张显卡 我感觉它这个B1 也就是隔壁一个 可能应该是也掉点了 虽然说它没有爆错 但是我感觉应该是掉点了 这两个显存挨得很近 B0掉点都这么严重 说明这个位置变形肯定也很严重 B1估计也够呛 但是它没有爆错 那就等一下再说吧 先把B0给换掉 把这个焊盘给简单清理干净 焊盘这边也掉了三个点 不过还好 都是空点 不补也没关系 在焊盘上面加一点焊油 准备给它装上一颗新显存 找一颗同型号的显存换上去 好 装显存拿风枪对着吹一下就可以了 再来看第一张卡 这张卡呢 它是焊盘有掉点 所以还需要补点 补完点之后还是一样 装显存 装上两颗同型号的显存 显存对好位置之后 同样也是直接拿风枪加热 好 两张卡 三个显存已经换好了 再来给它装起来 跑一下测试 左边这张换了两颗显存的不花瓶了 右边这张换了一颗显存的依旧花瓶 左边这张已经是成功pass 右边这张 还有爆错 看吧 B1 果然 刚刚换的是B0 现在轮到B1爆错了 是吧 我说这个B肯定是在劫难逃 挨得那么紧 肯定B1也掉点了 关机 接着换显存 2080Ti B通道肯定是逃不过去的 好 把这张显卡拆下来 接着换显存 现在换B1 刚刚换的是B0 把B1拆下来 发现这个B1也是有比较严重的掉点 好奇怪 第一次测试居然没测出来 那同样也是清理看盘 然后给它装显存 找一颗同样的三星颗粒给它换上去 换掉之后 在这个测试的界面 它也不再画屏了 OK 也是成功PASS 好 那两张显卡一起是换了四个显存 可算是两个都成功修复 下面锻炼一下 烤机测试一下 没问题的话 就可以回去继续锻炼了 这几张显卡 那可都是酒精矿场的老战士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